好,雷总 喂,那怎样?欢迎大家先,那就是,那今天就,还有两天就生日节了,今天是12月23号,星期四这样,今天就人齐了,OK,上个礼拜就被两位拍档就把我瓜分了这样,OK 因为要你分开两次出是辛苦的,没错,将我分开两次这样,好像那些变魔术,一天找个大脚,巨开两脚这样,那些是美女,不是一个钟楼,那就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多一点点,OK,我不明白你这样,不明白就算了,OK,不明白就算了,我们这个节目就起码,就是老少咸面, 其他听众也不知道,起码KO的女儿也在听着的,这样呢,她的女儿一定不知道那些,不知道怎么办 John叔叔教你不好意思啊 那,是的,那,那,那,就,我想我们今天怎样也要说声这个Merry Christmas HAPPY NEAR 下个星期才讲,因为还有一个星期才到这个新年 今天是23号,过多两天就是圣诞节 今年圣诞节是25号星期六,26号星期日 叫做放三日假,但是新年没有假放,今年新年一日一日 我也没有留意到,这样是,新年压了 压了一点,这个是 打到射球了,但是其实今年的圣诞节 其实有点都不是太开心,因为去年 去年圣诞节其实就当然 这个COVID的情况比较恶劣,特别是欧洲 那时候Eddie就还没有上行业 那时候,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消息 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整个欧洲 包括英国的疫情就相当之严峻了,所以 英国就是过了一个非常清静的 还有没有什么灯光,没有什么祝福 也没有什么人在街上的 一个圣诞节 本来就想着今年应该会好些 我想是直至几个星期前 大家都期望着 或者期望着可以过一个 比较正常一点的圣诞节 谁知道去到现在很严重的时候 我不知道英国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 一些可以说一说 但是我看到就是欧洲那边 就是法国、德国 其实基本上都完全取消了 所有的比较大型的 一些慶祝活动 一些什么兴奋 一些什么烟花会演 什么什么基本上都 就是没有了 英国好像都 都还没有一个最终的决策 好像Boris Johnson 还是想不知道 是否等到最后的24小时 才决定怎么做 还是怎么样 我不是 其实就 我就很留意 就是这里的新闻 因为 K.O.和你作为高等华人知识分子 比如K.O.就介绍 我看这本 Spectator 观察者 是 就是 我每一年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 年纪的订阅 你知道我跟了雷总 久了 就贪小便宜 那他就一年有个订阅 他就送一支 Johnny Walker的 Apple Whiskey 给我 真的吗 嗯 是普通的 Johnny Walker 不是那些BB 不是那些BB size 什么 什么摄像 你知道 多 多缩骨的 送资给你 原来是那些摄像 哇 哇 Black Label 那12年的 ok ok 你那一年 订阅 那个费用多少钱 我现在立刻 给你看 我忘了那个价 就是这样的 送资 Black Label 12年 都不是 不算太行的东西 是吗 就是 你很兴奋 我好像都 都送过来的 那刚才 那刚才 K.O.就断了 但是 接着我就说 等下 先分享一下 他刚刚说的 K.O.很介绍 因为 K.O.就高等 知识 还分子 那我就说 你介绍我看这本 Spectator的雜誌 就观察者 K.O. K.O. 陶杰 那些都介绍的 那就是 那 所以我就 都 订来看 因为都要知道 这里的行情 那他应该是 我想他是 either ok 如果 99磅 就是1000元 那有52期 那每个 每个礼拜都有 那这本 那这本就是 那 ok 现在就送 一支 Tettinger 的鱼 那就是一个 是 都不是差的 Tettinger 就是one of the better 的 champagne 你不需要 好像那些港佬 要dorm的 都没什么所谓 那 都应该是 non-vintage 那就是 没有联份 那其实没有所谓 因为champagne 其实不需要有联份 就是在我个人 那就是都42磅 你想想 就是 你当它那个 retaplice 那你订阅 这个 雜志99磅 42 那42 那你都57 那也不错 对了 田雷总 对了 看到了 你也有 是 我不喝酒的 我也有知道 所以 ok 我觉得也挺好 而且 看这本 雜志 或者 接着有 online版 Digital版 其实很方便 而且 这个我的习惯 就很少 无端端自己去网页看的 很多时候都是 就是 怎么说 就是有些email的alert 看了之后 就方便一些 而且他很好 就是有 例如lunch time 就有个 expressal的update 那就是他就 告诉你 lunch time 譬如刚刚吃饭 那你就 可以看看今早早 究竟發生了什么事 有些 有些啟發 那譬如 weekend 就好像叫coffee 就是有一杯coffee 那就可以 那就可以weekend 又可以看一些轻鬆的东西 譬如art movie 雷总 虽然很少就进去 戏院支持 但是今天聖诞 就 包括有一套 就是 劇透就死全家的 蜘蛛盒 这套就不能说 我未看的 Matrix 就准备看的 那Matrix 就是 奇諾里维斯的样子 簡直就是吃了防腐劑 真是神經病 那天 就是 五十多岁 就是当然很糊塑 每面 但是你看到他还是精神 很换法 就是很好 那就是 但是对比女主角 就是完全不同 是啊 奇諾里维斯 真的很夸张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保持得很好 就算你十几二十年前去过 那时候所谓 四十几岁 那你多数鬼佬 二佬一些 哇 那时候都好像青灵白正 好像以为在看 ERROR 或者看MIRROR 那样 青灵白正 那样 真是很夸张 那我都会想看一看 那所以都很多戏 在这个圣诞 可以看一看 那所以 就是说回spotato 那就 subscribe了 那就是 就是很高质的一些评论 那就是可以 尤其是有些 来到英国 真的可以是 就是居留啊 或者business trip的话 看这个集资 真的我觉得是 是学到多少 那还有都明白到 就是 就是为什么他们背后 就是有这样的决定 那譬如 说回疫情先 那我们就是 聖诞节 那希望大家包容一下 那说些轻松一点点的东西 那虽然都不轻松了 那但是 就说回疫情 那其实 前一两天呢 那个疫情呢 已经去到九万多宗一天 那我 我跟我身边的朋友说 十万只是指日可待 是matt of time 就是 如果有得到 我奋身奋下去 一定超过十万 那但是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option 买不到的 没有办法 那有些东西不是 全部都要奋的 那但是 十万个例子 那都挺夸张 那但是 好在呢 就是这个死亡率 真的偏向低一点的 就是 那个死亡率 你看到这个graph 都在向下 那我特意找了 就是官方这个网页 那因为之前 我们经常说 那些数字究竟是 打了针的数字有多少 五十多 八十多 一定是多少 那现在很清楚了 那第一次病毒就 89.7 第二次病毒就82了 booster是去到53.6 这个数字非常非常快 上个星期还是四十多 那现在已经去到54%了 那现在还是 就是 就是 我 做东 就是你知道 两天前 雷总都在一个节目 祝大家东西快乐 那 就是 我也有和这些朋友 就是一起 就是香港的朋友去做东 那他都说去到区呢 都是 一开放是可以打booster 那些人走进都排四个小时 都很害怕 那就是 那个情况都很夸张 那但是我身边的朋友 这个就是我真真正正一个 在这里才认识的一个朋友 香港人来的 那他就本身已经打了booster 就是打了第三针 他都中了 嗯 就是 他去打哪一只 Astra Seneca 不不不不 如果这些booster 以我所知 就是打两只 就是Moderna 和这个 就是Pfizer 所以这两只都叫做有效一点 那KO可能熟悉一点 你看得多些外国的新闻 那Moderna的数字 就是很高的 就是 更加 好像 好像打booster 80多% 那你 三天前 三天前 我特意拿出来了 我做了功课 那就是 就是Moderna就说 就是 宣布了就是 就是 就是 这个booster 其实都是 完全是非常有效地去 抵抗这个Omicron的 variant 那所以就是 非常有效的 Pfizer之前也出过 可能稍微的数字低一点点 但是都是一个 一定有效的 八九成的一个数字 那但是很不幸地 我的朋友都中了 那本身我们想着就是跟一群朋友 二月初 或者一月尾 就想着去法国滑雪 那所以设定了个群组 那他就说 喂 不好意思 我中了COVID 那我真的 第一你中了 第二就是现在法国都不 不让就是英国人去入境法国 嗯 那就是 有少少政治考虑了 当然 第二就是就是 始终的情况是比较多一点的 那所以除非一些 必要有趋势 或者家庭的 的理由 你才可以入境法国 如果不然你都 未必能入到 那所以是 投行 喂 喂 我反正想问一下呢 或者你如果未问的话 你问一问你 你中了招的朋友呢 那当然就是 就是人家中了招的 当然都可能心情都一样 一样的 但是其实我真的都很有趣 想知道就是 那他有没有感觉上 那些symptoms 因为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 都是一些很比较 就是prelim的一些数字 就是说 就是可能 这个这样的 Omicron的话 其实就是 产生的一些symptoms 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那当然 就是现在仍然是 early days 就是我想 你看看你的朋友 有没有一些 就是一些变迹 就是他中了 那样 但是其实 因为 因为其实很多 我看到有些报告 就是说 其实你中了Omicron 其实可能你 本身你 不是很感觉到 有什么异样 那样 ok 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你看到我分享视频 那里都 我已经看到一些研究 就是南非那里 你知道了 南非那里先有一个省 是突然大爆出来 嗯 那南非的研究 就是说 Omicron 整体来说 都是比较多 的 那应该在英国 也有类似的研究 都是说 整体Omicron 是比较多 的 ok 第二个就是 我朋友 就是他只是检验得到 是 positive 但你未做到DNA测试 究竟是 这个是变种的病毒 还是还是Delta 他不知道 嗯 你明白吗 就是他只知道 positive 做了一个测试 ok 他未去到 知道 原来你 Omicron 还是Delta 还是C 就是不知道 所以就是 也要看 但是 他的情况 就是我原汁完美 15 15 完全没有加炎加醋 就是因为 不可以引起恐慌 或者过分轻视又不对 ok 我的朋友就是 他第一 就是 他 打了第三针 他轻微 是有少少少 喉咙痛 有少少喉咙痕 他说 美国那些 都还有 但是奇怪 就是 做PCR测试 就看到是有 positive 但是做 我之前说 好像炎人棒那种 Lateral flow测试 那是 negative 嗯 所以 可能始终都是 第三劑 就是保护力 可能高一点 那 可能灵敏度 比较低一点的 Lateral flow测试 就检验不了 但是就是 他有时的测试 都是有少少 就是 不是 就是之前我们不是 常听卫生署 张竹军 就是说那些东西的 就是有些什么弱的 阳性反应 类似的 那他做过测试 都是有少少 就是两边都有点 Lateral flow测试 就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他判断的 他可以回到我们的信息 都说到笑 始终他 他就不是因为社会事件 才搬过来的 本身在这里也做了几年 已经学习了一些 英式的幽默 就是比较 乐观点的面对 都没有办法 但是 聖誕就很惨了 要留在家了 那 是的 没办法 回应回雷总之前 对英国的问题 那就 对的 暂时 Boris Johnson 都说 是没有一个新的COVID 限制 在英国那边 是不会有的 但是 27日之后 有机会是有的 就是他都说 要看回数字 因为 现在比较重要 因为就算 他看到数字 比较差一点的话 他的文望 就是一会我会再说 他的文望 真的插水 插得比我想象之中 是 插下去是 水花四钱 就是 就是 比较夸张 急插得很快 那两三年 两年前都说 就是他上台 跟着再加上 就是 国会的选举 是近代历史 英国里面来说 一个最大的 国会的胜利 但是 现在插水插得真的很快 那就是都相当夸张 那 都要看回情况 那还有 等等 先看一下 如果是Boris Johnson 最后插水 那就是他个人文望的问题 一定是整个保守党的支持 都是插水 还有第二件事 就是如果你保守党不行 但是工党好像之前都搞到一瓶足 其实现在工党的支持 那就是 那为什么 就是保守党是 其中一个 除了你做了民调之后 在这个州份 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 再重选了 这个叫做 North Shopshare 的 比较是中 北部一点的地方 本身 传统就是一个 就是 保守党的票仓 但是 好像200年未输过 那居然被 就是自由民主党 就是 的成员去 就是拿了个席位 那这个就 对于就是整个保守党 是一个很大的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 都有一些 那 最近真的很多照片 不知道怎么都出来了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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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应该是 看回 的时间 就是应该是 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 还是 就是疫情爆得比较劲的时候 就说 不可以是这样 就是 吃饭 或者是个人的群聚 不可以这样发生的 但是这个就是唐宁街 唐宁街 在10号那里面发生 应该有些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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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偷影 那所以就 Boris Johnson 或者 之前的 Dominay Rapp 就解释 哦 其实都是公事来的 雖然有 wine and cheese 但是 其实是一个 Carbonnet的 meeting 那就是 就是 我在这里生活 就是 我都开始是 看了一些 就是这里的人 就是 譬如我们香港 就多数看 立场新闻 或者这样的 主流的新闻 大家都知道 BBC 或者 Guardian Guardian 就是 就是 世界卫生协会的 一个报纸 围报 那 但是 这里 除了看围报之外 那 都可以看 一些 少一点的 一些 IG的 program 其实 都不抄 就是我特地都看大一点的 一些 一些IG的群组 那 就是 叫做 Great British Mimis 那 成1.5mil followers 那我觉得 都有一些 就是买赞 买不到这么多 所以我都 納一納 看看里面 就是 有时候那些 就是 英文大家都知道 但是那些用 语啊 或者那些幽默的程度 你真的要知道 其实有个很难的难度 还有 有些人写的东西 那些厉害到的情况 我真的觉得 很惨 做一个 领袖 那 就是 这个有错误了 当然 Is Boris going to tell us what's going on then cause I have plans 那就是之前 在25号之前 都说 有机会会封城的 但是暂时 没有一个结论 那 那究竟 人家开不开派对数呢 或者什么 那你都要回答的嘛 那最后 其实是4月1 今天星期一 就开了一个 森林的会议 宣布就是 聖诞节前 是不会有一个 封城的措施 那 讲回就是 这些 我也有看这些群组很特别 那他就说 喂 他不知道好像坐飞机 接着空姐就问他 你要不要喝红酒 和起司 那他说 那天就回答 空姐说 Is it a 森林的会议 就是那些幽默的情况 就是 我是觉得 好 好高质 好搞笑 好 好开心 那就是你要了解到他 这个程度 这么深入 其实真的有点难度 就是要 研究下去 看他们的东西 那 这一节剩下两分钟 那其实 除了这些图片 或者是 之前可能都有看过 就是 在那个办公室里面 就是在唐宁街10号里面 就是上年都是开派对的 开Christmas party 就不是这次喝酒 那 其实不只是这几张照片 就令到他的文望 是插了这么多 坦白说 就算 刚才K.O.说 就是对面的工党 你敢说工党 你自己没有开Christmas party 我觉得就是全国英国人 就是一个这么重要的节日 怎么会是没有一个群聚呢 坦白说 大家都明白的 就是 我想 不会是要求到 那些政治人物就完全潔癖 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很快地说一说 就是 最大的问题就是 其实在Blissett之后 其实是 不知道的方向现在去哪 这一篇就是 就是今次我的媒体那本 就是 最大一个雜誌 就是大一个封面的一个故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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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 就是 Boris Johnson 就是 之前那个投票的时候 就说 要得到 Briksit之后 OK 你做完Briksit之后 你有你自己的 一个 Immigration的 一些 policy 开始设置之后 你怎样被国民 看到在Briksit之后 你是真的做到一些 你之前说想 Briksit做到的 一些优惠 但是看不到 其实现在还是看到Briksit的一些后遗症 之前都说了 就是 货车司机不够 油不够 接着是 在市场里面的货品供应不够 那现在基本上解决了很多 就是起码在鱼军这边 但是Briksit之后 你这个国家想怎样 还有之前是 保守当选的时候 是说过 永不加税 有个叫做 Conservative的一个宣言 但是 你居然是加了 宣言 这个你是吃了你自己的 promise 还有之前是打算开一个高速车 由南部 London去贯穿上面北部 一个叫做HSQ的一个 program 那他都是熟悉了很多 那是 大家觉得是很过分 很过分的一件事 那时间差不多 那下次回来再补充一点 接着就说个市况